截至10月1号零点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和美国海事联盟USMX之间的谈判失败 美国码头工人罢工开始爆发 预计将对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港口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场罢工的核心问题围绕工资增加 和港口自动化的展开 双方的矛盾已持续数月 直接影响到全国供应链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指责美国海事联盟USMX 在合同谈判中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 现有合同于9月30号到期 罢工在10月1号零点开始 ILA要求工资大幅上涨77% 并反对港口使用自动化设备 认为这将威胁码头工人的就业 反之USMX表示愿意继续谈判 但认为ILA的要求不切实际 尤其是自动化金领 自6月以来双方未能达成公职 此次罢工预计将影响从缅银州 到德克萨斯州的所有港口 涵盖了包括纽约 新泽西 休斯敦 阿尔蒂摩 萨凡纳等主要港口 这些港口处理了美国超过一半的进口货物 货物类型从汽车 化学品到水果蔬菜等 非盈利性商业研究机构 经济资商会的数据显示 这些港口处理了美国大部分的集装商量 和美国年度国际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约三万亿美元 港口停摆将导致大量进出购物延迟 影响节日购物季 尽管许多零售商已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但如果罢工持续时间过长 商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将不可避免 罢工如果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购物者会发现 从水果蔬菜到汽车等各种商品的价格都上涨 尽管任何港口都能处理各类货物 但有些港口专门服务于特定行业 此次停工影响的港口 包括巴尔蒂摩和佐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他们是全球最繁忙的汽车运输港口 费城主要负责水果和蔬菜的进口 以及新奥尔良专门处理 从南美和东南亚进口的咖啡 从墨西哥和北欧进口的各类化学品 还有来自亚洲和南美的胶合板等木制品 其他受影响的主要港口还包括波士顿 纽约新泽西 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 北卡罗兰娜州的威尔明顿 南卡罗兰娜州的查尔斯顿 佐治亚州的萨凡那 佛罗里达州的坦帕 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以及休斯顿 根据估计 如果罢工持续几周甚至更长 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每天50亿美元的损失 这场供应链危机尤其可能影响节日季的购物 零售商将面临商品供应延迟库存不足等问题 消费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些常见商品价格的上涨 尤其是农产品电子产品和汽车 虽然零售商已提前准备好部分货物 但仓储和运输费用的增加将导致成本压力 最终转价给消费者 尽管罢工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影响 总统拜登表示 他不打算根据Tough Hartley Act干预罢工 根据这部1947年的法案 政府可以在认为罢工对国家经济健康构成威胁时 下令80天的冷静期 然而拜登重申 他支持集体谈判的权利 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议员对罢工工人表示支持 并呼吁尽快打争协议 以尽量减少经济的影响 但作为普通民众的大多数人 面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罢工 钱包可能要吃紧了 不仅如此 节日季即将到来 可有可能还会出现 有钱也买不到货的尴尬场面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一些零售商的经营者给了大家一些建议 位于明尼苏达州双城及周边地区的 帕特纳 礼品店迷你连锁老板 李克哈赛表示 自2021年疫情导致供应链严重中断以来 零售商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新常态 哈赛表示 对帕特纳来说 最好的应用方式是提前下订单 并将货物储存的仓库 确保关键商品始终有库存 美国最大的零售贸易集团 全国零售联合会的 供应链和海关政策副总裁强纳森格尔德表示 此次发生的罢工恰逢供应网络面临持续挑战之际 这种不确定性出现在零售商的 假日运输旺季期间 该旺季通常从7月持续到11月初 不过许多大型零售商预计会早举罢工 因此他们早在6月就开始 将货物运送到美国的配送中心 对于消费者来说 首先会出现供应的延迟 接着则会表现出价格的成功 总上来看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 为了应对本次美东港口大罢工 所带来的供应链短缺 价格上涨问题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规划 日用品杂货等可以提前多购买一些 挺过这次罢工所带来的影响 至于蔬菜水果等有保质期的食品 那就要根据情况选择价格合理的产品 最后希望工会与资本家们的集体谈判 能够早日取得进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